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台股跌掉547點 兩天重挫800多點的台股 相信昨天的盤面 讓很多人心慌意亂 但是如果你有把我的節目看完的 你應該會得到一個正確的 投資方向跟策略 這是中東的一個戰端 經過美國的調停之後 目前沒有擴大跡象 所以多多行情跌下來 尋找支撐性的買點 更何況戰爭的影響不是全面性的 短暫行性的一個利空 給你的是一個機會 你自己要把握 所以當昨天台股重挫 跌掉547點 支撐在哪裡 支撐在哪裡 3月21號這根紅鐵棒支撐 昨天殺下來 離這根紅鐵棒支撐只差一點 這兩個位置只差一點 下檔都層層支撐台股 昨天買股票還是賣股票 相信我給你答案很清楚 所以昨天我都在買股票 任何一個等級會員都是如此 該賣的應該在盤還沒中錯以前 你就要跟我賣的不是嗎 所以今天台股拉出一根紅鐵棒 大漲311點了 兩天的行情恍如隔世 一個昨天好像在地獄 一個好像在天堂 那是你的感覺 對 你看到了黑真的不是黑 你看到黑反而是一個買點 昨天有跟我進場的 今天相信我們送給你的標的 不是漲停板 就是大漲 重點是昨天 你有沒有趁台股 遇到中東的一個戰爭的一個利空 打到支撐讓你跟我進場 我負責創造機會 你負責把握機會 光是指數可以讓你賺了300多點 是不是 這檔中興店 重店個股的 我在上禮拜四就告訴過你了 整理末端的買點很重要 當天我有沒有買 我不僅買 我還加碼 買在190 當天192再加碼 進了兩筆單子 中興店 是不是 整理末端 要衝 我講得不夠明確嗎 咱中興店要蓋 要大蓋 所以買進加碼 合情合理 所以禮拜五有沒有強攻漲停 來到212 所以當前兩天收到台股 重做了800多點的一個中興店 回檔修正 來到189 我說還在支撐之上 不然你是在怕什麼 親愛的會員 尤其是剛加入的新會員 昨天的中興店 我有沒有告訴你 一樣要買 一樣要加碼 是不是 所以整個中興店 我上個禮拜四就告訴過你了 我買在190 我加碼在192 昨天最低189 收盤190 買還是賣 買還是賣 難道我又因為台股中錯了500多點 閃躲嗎 我就忘記了告訴你 什麼樣個股 是一個低階的一個時機嗎 所以這檔中興店 第二次機會 第一次機會 上禮拜四這個位置嗎 昨天回檔修正 支撐 還守住支撐 而且還在支撐之上 強勢多方格局 你不趁著大盤重做買 你什麼時候買 難道今天看到它漲停板了 209.5了 才來問我說 今天的中興店可不可以買嗎 領先市場 是需要專業素養的 領先市場 可以讓會員的一個成本 買在一個相對低檔 那是零風險的一個操作 是不是 昨天太重要了 所以如果昨天 你沒有看我節目的 或是你今天 才剛看到清老師節目的 把我昨天的節目帶調出來看 訂閱一下我的YouTube頻道 把我昨天的節目帶調出來看 再把今天的節目內容相結合 你就要知道 這個操盤的因果關係 所帶給會員的 是一個長波段的一個績效 所以整個中興店 今天亮燈 209.5 不漂亮 漲停板大家很喜歡分析 昨天重挫 昨天重挫 然後誰在跟你分析中興店 誰在告訴你中興店 還是可以上折 還是可以買 在下的分析 有沒有領先市場 不管是會員電視觀眾 幫清老師做見證 如果你對清老師的一個節目內容 精華所在 給予你的是一個正面幫助 多給清老師 不管是Line A分享出去 或是我的YouTube分享出去 除了你自己訂閱之外 把專業的領域的一個高深門檻學問 分享給你的周遭朋友知道嗎 對你來講是功德一見 這一檔華泰 AI伺服器的EMS 3月15號回檔修正來到破斷地點 64.4 量縮極致的買點 補量就供 隔天有沒有補量 有沒有大漲 快要供漲停 再來一次 什麼時候 3月29號又下來了 又是量縮極致的買點 65.2 有沒有補量再供 又是補量中長紅 70.3 那禮拜一台股中錯286點 對 中東 戰爭的一個利空 低階 華泰 67塊錢也給你看 我就買在67 所以昨天的華泰 親愛的會員 我有沒有告訴你 一樣可以買 一樣可以加碼 昨天華泰 我買完加碼之後 還更低 但是我相信 我對大盤的一個架構 給你分析 你應該知道 華泰昨天當然是一個買點 今天華泰 量的 70.1 是不是 是不是很漂亮 禮拜 禮拜 前兩天 你在做什麼事情 你因為 伊朗 以色列 戰爭 的一個因素 讓你裹足不前嗎 還是你股票賣光光 今天又來說 要不要追嗎 低進高出 高出完再低階 永遠是我的一個操板心法 我的節奏就是如此 做股票 你如果都是 起的時 長大時才知道要買 落的時候才會亂台 你永遠 沒辦法成為 市場上頂尖的贏家 頂尖的贏家 是需要靠一定的專業素養 這個專業素養來自於 所謂20年的累積的功力 以及我的研究團隊 幫我尋找的 產業結構的資料 所以整個華泰今天亮燈 70.1 禮拜平排以下 67還在低階 給你太多次的機會 每次華泰在大漲 漲停擺以前 我有沒有領先市場 待會先低階 你自己看一下 他跌到破斷低點的 64.4 你敢買嗎 有沒有大漲 7.2 又回檔 又來量縮極致的買點 6.2 跌 買完之後有沒有大漲 有沒有補量大漲 所以禮拜一 67買的華泰 今天沒有補量大漲 3萬多張 漲停板 操作 有那麼困難嗎 一直半絕的操作 就覺得很困難 因為你每天都在讀 都在憑感覺 猜猜看 到底會漲還是會跌 用猜的嘛 結果勝率不到二分之一 對不對 但是我們給你一個見解 是希望建構在一定的 專業實力之上 你會做得比較安心 而不是每天都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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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台股已經接近 3月21號的低檔支撐 3月21號那根紅棋棒的低檔 低點跟昨天低點差一點 差一點 我們告訴你 站在買方大膽布局 這檔細晶圓的漢磊 天亮落底的買點 55塊半那一天 我之前漢磊大概賣在160幾 來到55 差了100多塊錢 當然可以逢低成績 抄底 當天用追架 我也會進場 因為天亮落底 隔天11號盤中 第二根漲停板 壓回修正 這要第二隻腳 黃金右腳的買點 落底是這一天天亮 兩根漲停板之後 壓回第二隻腳要進場 進場完之後 4月1號第三根 4月10號 第四根 是不是 所以整個漢磊的架構 今天真的有夠厲害 亮燈 而且一開盤 就亮燈 73.8 已經第五根漲停板了 昨天漢磊 你買還是賣 昨天的漢磊 這檔細晶圓的基歐股 來看一下訊息 親愛的會員 幫清老師做見證 10.09分的漢磊 66.3以下買進再加碼 昨天大盤重挫547點 漢磊 當時候價格大概66.2 你是對時對價 66.3一定買得到 一定加碼得到 因為買完之後還有稍微低一點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整個漢磊在架構 今天亮燈73.8 今天是不是一架鎖到底 昨天重挫你敢買嗎 昨天重挫你敢買嗎 我斷的買 你呢 所以看了懂行情 昨天大盤跌547點 我都在買一股票 每個等級會員都是如此 昨天我沒有任何一個等級 告訴他們賣股票 都在買 都在低階 難得回檔800多點 來到資深型的位置還不出手 還不出手 不出手 今天漢磊快速的 從66.3的一個昨天低檔 今天快速的一架鎖到底73.8 今天為什麼那麼強 為什麼那麼強 漢磊打入 揮打了一個AI伺服器的供應鏈 細晶圓的漢磊 所以整個漢磊架構 天亮落地 量價 告訴你 有特定買盤已經進去 所以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四個燈 今天五個燈 一張都沒賣 不用急著賣 他的走勢其實也 沒有那麼乾淨俐落 他不是說買完之後 亮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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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亮燈 沒有 他有壓回打第二隻腳 讓你上車 是不是 昨天大門重錯 還是可以買 不是這樣操作嗎 另外一檔 細晶圓的一個台勝科 賺一個股本的 我們從160開始買 上去之後回檔 這檔股票我長線持續看 我長線持續看好 要賺波段 要賺長線的給我時間 所以對今年度下半年 會降息的長度行情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並肩作戰 還不曉得如果操作了 還不曉得如果掌握 強勢肌肉股介入時期的 今天再度的給同門一個機會 今年度4月份的生日感恩回饋 圓滿落空 感謝大家的支持 不管你是不是新會員 還是舊會員 反正是龍家軍的一個會員 我都感謝你們 每次盤不好 想要參加龍家軍的 就會果足不前嗎 果不其然 今天大漲300多點的台股 馬上又有人來問 金老師 你的生日專案 還有嗎 還有嗎 我已經結案了 還有沒有 再開放一天 就開放一天 今天的最大優惠的 最後一次活動 你務必把握 因為錯過這一次 你要再等一年 年度感恩回饋 應觀眾朋友要求 我特別在開放一天 我特別在開放一天 錯過這一次 你真的要再等一年 有需要 記得打電話進來 休息一下 再回到金明儀現場 COA是一個紅色 當勢1月份 雙底黃金右腳買點 537塊錢 好便宜 好便宜跟著買的 可以大賺一波段 859賣 這樣加起來 361塊錢67% 859的賣點 都跟你對時代價過了 賣完之後還衝高 衝高到1075 回檔修正 又是一個雙底 跟這邊一樣 雙底 所以 950有沒有買 買完之後 有沒有告訴你 再漲不要亂追 他會再度的一個下壓 我已經好心提醒你 不要亂追 要買低點 有沒有低點 讓你上車 新會員還有人 買在900附近的 是不是 不要亂追高 回檔修正當然可以買 因為接近底部 是不是 所以回檔修正 新會員 再度的一個 買在900附近 上禮拜五 95再度的一個加碼 禮拜來到1065 離錢摸高1075只差10塊錢 表現不錯 當天台股重挫286點 他準備過高 我昨天已經再度的跟你提示了 他會過1075的高點 如果忘記了 去調一下昨天的節目帶 很精彩的分析 昨天大盤重挫547點 紅塑再度的下壓來到924 又是相對的低檔 昨天我已經畫給你看 還是很強 對 你是會員 這邊有沒有告訴你 一樣可以進場 一樣可以進場 一樣可以上車 類似三重底的一個架構 有沒有 有沒有學過 有沒有學過 對不對 昨天我就畫給你看了 昨天我就畫給你看了 不是嗎 這邊買還是賣 對 我說會過錢高 昨天紅塑賣嗎 大盤跌所以賣嗎 下來都是買點 對 尾盤翻紅 還是很強 今天紅塑 一開盤沒多久亮燈 1110塊錢 果然漲情再創高 昨天就跟你預告了 他會過錢高 1075 今天已經1110塊錢了 果然如同昨天的分析過高再漲停 買在這邊任何一個位置的 包括昨天的低檔 你有沒有賺錢 大盤給你方向跟策略應用 昨天大盤的分析 有沒有一針見血 是不是臨門一角的分析 有沒有幫助到你一個操作 相信你昨天看我的節目 應該很過癮 所以我常常告訴朋友 你什麼時候要看我的節目 大盤重挫 你不知所說的時候 把我的節目看完 你會得到一個正確的投資方向跟策略 太重要了 疊時要人幫 慶老師一定幫 我昨天有沒有出手 適時的幫助到你 就看你自己的一個行動力 這檔身為人員 我之前做了這一波段 昨天明白告訴你 趁大盤重挫低接回來 142.5 有還是沒有 第二段的操作 第一段 對 137兩次的買點 160附近的賣點 壓回142.5 趁大盤重挫低接回來 昨天特別跟你帶到 身為人員三月份零收 年齡能力超過一倍 超過一倍的 節電的概念股票 怕嗎 那不是大盤重挫 給你上次的一個機會嗎 講得如此的肯定 今天有沒有漲半根 昨天142.5 今天154 包括這檔 AI伺服器機殼的行程也是一樣 昨天殺下來 這相對低檔都直撐了 低接 低接 跌告訴你要站在買方 應該就是慶老師 很明確的一個動作 所以整個清晨昨天的247 怕嗎 怕嗎 會怕嗎 來找我 最好是照顧你 你做股票就比較知道了 今天清晨有沒有從昨天的247 漲到今天的261 包括這檔信紅科 昨天壓回修正 我們告訴你 拉回當然是找買點 第一趟的操作148.5 來到191賣 31% 昨天回檔修正 已經來到168.5了 拉回找買點 你有沒有跟著買 昨天10點鐘的信紅科 172附近接回 當時我17.5 你對時對價 利用大盤重作 我172接信紅科 收盤175 收盤175 買在172 昨天台股重挫 你還可以現買現賺 這是什麼行情 這是大多頭行情 回檔讓你上市的機會 所以整個信紅科 今天漲到184 這樣子12塊錢價差 昨天有沒有買 第一趟31% 這一趟還沒10% 接近10%而已 兩次的一個操作 全程公開 希望我這邊那個 很務實的一個操作 對你經驗度 降息的一個大行情 大多頭 你可以面面俱到 因為我選的股票 很機優 都要符合巴威特 價錢投資幹一個機優股 我才會待會員買 基本面OK的 我才會操作 技術面的一個量價籌碼 型態費息去選擇 我會幫你面面俱到 買在相對低檔 賣在相對高檔 你看一下這檔 聖達科 買在相對低檔 賣在相對高檔 沒有補量的一個聖達科 我125賣 125賣完之後 昨天回檔來到95.4% 差了二幾%嗎 沒有錯吧 我今天有做接尾的動作 100接 我賣125 差了25塊錢 高檔有賣 不然是昨天接 今天接都OK 是不是 整個聖達科今天9點05分 100附近接 當時候9點05分就在100 你繼續對是對價 100 100 重點125有沒有賣 差了二幾塊錢 可不可以接 基本面有沒有改變 接回之後 慢慢墊高尾盤亮燈 105.5 是不是先買先賺 行情 當然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你看看對於前兩天大盤回檔修正分析 金老師有沒有準備好 我有沒有準備好 要迎接接年度下半年降息 會來的一個大行情 我有沒有準備好 迎接中東戰端連續兩次的一個空炸 對台股的一個800點的殺傷力 所創造出來的一個機會 我有沒有準備好面對這個衝擊 如果你有準備好了 昨天那是一個大買點 那是一個超級的大買點 這檔AI伺服器即可的引廣 引收成長6成以上 4月3號一樣是整理末端 我說要衝出去的 當天買完之後亮燈 隔天繼續衝 兩天兩根掌停板 對不對 4月9號三天三根掌停板 108 4月10號來到114.5 賣不賣我都是賺錢 漲了30幾%了 親愛的會員 我有沒有賣 上來的一個銀廣 我是有賣的 所以整個銀廣 買在發動點 要衝去之前的一個位置 這樣比較漂亮 整理末端 要衝出去的 結果一個燈兩個燈三個燈 來到波段性高30幾% 我們高檔有賣 接下來銀廣 回檔修正 低檔就很好成接 股價變好便宜 我的操盤節奏 向來都是如此 低進高轉在低接 這個位置是我買進銀廣的時機 這個位置是我減碼銀廣賣出的時機 現在2 4 5 5跟長黑之後的銀廣 基本面有改變嗎 股價又來到相對低檔 你想要跟我迎接 未來每一檔強勢基歐股的 希望今天所提供給你的生日 感恩回歸再開放一天 你自己好好把握 應觀眾朋友的要求 不然我是已經確定結案了 因為這個月的一個 參加會的人數 實在是很多 不過今天 因為很多朋友 看到今天盤式真的回穩了 你們也回省了 來要求我生日的回歸專案 再提供給你們一次 我依你們的需求 特別的再把年度 最大優惠的感恩回歸 再提供一天 你有需要自己好好把握一下 因為錯過這一次 你真的要再等 一年有需要自己打電話進來 明天見 明天見